今天这期节目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我们可以看到站在台下的丈夫非常的帅气 但是正是这位帅气的丈夫 最近却坚决的想离婚 到底怎么回事呢 掌声有请先生来做第一陈述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跟我媳妇谈离婚的事情 主要是因为我这几年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 他对我的金钱方面的控制我还能忍受 但是他的猜疑我我真的受不了 所以您已经想清楚了一定要离婚 对 是第一次这样想吗 之前也有过 但是没有这回这么强烈 我相信您想离婚 但是呢却要来我们这里离 一定呢是因为在家里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 您今天真的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做好 您来之前想清楚了吗 想了好长时间了已经 好掌声有请先生 你好 请坐 80后 80后 对于80后来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词形容他们 然后我的时候会觉得个别80后呢 结婚有点草率 您觉得您算是一段草率的婚姻吗 应该不算草率 我们俩认识四年 结婚四年 八年 经过了整整八年的时间 对 这次是您给我们打的电话 可以算是吧 可以算是 因为说实话的 我不太想上电视 但是实在解决不了了 所以就那个通过我的家里吧 你实在是想离婚 他实在是不想离婚 对 所以说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也不想再拖着 时间太长了对他不好 他逼我随时的 你们是姐弟恋啊 也不算是姐弟恋 他比我大几个月吧 应该是 十个月另一天 你觉得你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 如果让你想的话 是什么 脾气秉性吧 他的脾气比较冲 我的脾气属于那种比较 蔫儿 不太爱说话 所以说有些时候 他可能他发完脾气了 他没事 好 第一个是脾气秉性 第二个呢 管我确实管得挺严的 我真没觉得 他管你严是在金钱方面 有还有一些就是生活方面吧 有参与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多 有的时候像我中午下班 必须给他打一电话 我要一不打电话 就说我去干什么 有的时候我可能去健身房去锻炼 他也说我 跟小姑娘玩不到 有可能就是这么说的 不是 我说是别告诉小姑娘 这个都可以接受 说实话 因为毕竟我比他岁点小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他猜疑你 对 他猜疑我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点了 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好不好 你觉得在家里面经济方面 你受控吗 很受控 受控他可以表达出来 很受控 他的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经济收入决定家庭地位 这不是我说的 开玩笑的时候 在家里家里人说的 不是媳妇说 开玩笑说的 可是他老记着 你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吗 有 我不这么认为 这点我说实话的不太反对 因为现在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 哪个家里男的不听女的 少 太少了 反正我身边的朋友 可能接触的朋友里面 这一方面的比较多 家里的 就是 家里的媳妇都比较 你们这代人都是怕媳妇 他根本就不怕我 不能说是怕媳妇吧 男的听女的那还不叫怕媳妇吗 听就是怕吗 让着他吧 你觉得一个男的你跟女的叫什么劲啊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现在我觉得这半年来说 他就是说我一些事了嘛 他控制你的钱 或者说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 那么就说明你挣的没人家多 你挣的比人差很多吗 差了一倍吧 差多少 三千吧 六千啊 这是不是会觉得你在家里边有压力啊 我确实有这方面的压力 我觉得有压力才有动力 但是我也努力过 机会也得需要等 不能说是说我盲目地去为了这个 去把工作砸到蛮 赶紧去蛮出去找 那是不太现实 你会不会觉着 有时候都在想 哪怕他也不挣那么多钱 别跟你这么强势就行 想过 真想过 他挣这个钱 那他管钱吗 管 我根本就不管钱在家里 他对金钱都没有概念 那你花钱自由吗 一个月身上就二百 一个月身上就二百 没什么自由不自由的 你看那个阿姨都笑了 那阿姨都觉得 一个月二百块钱 你怎么对呀 我一个月零花就是二百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呀 而且不是他自己要求 就是我问他的时候 他说可以了 这你这二百块钱干什么 就你比如说你吃饭不花钱是吗 对 单位吃 单位吃 你住房子不花钱 不花钱 你开车吗 周末开 平常 那加油吗 有时候钱我都给加好了 加油这二百里还二百万 二百万 单算 加油是单算 单独申请 这二百是干嘛呢主要 我想问一下 就是平常给你的零花 这不叫零花 这是正常的开销吗 没有都可以拿吗 这两百块钱 这两百块钱一般你够花吗 我没什么 你说这哥们同学 朋友聚会怎么办 没怎么去过 你是不愿意去呢 还是你不敢去 每回同学给我打电话 他们都知道 你回家先问问 一般是批准的还是不批准 不批准的多 不是我不让他去 他就跟我说几次 这是他们 人跟他说的时候 说参加 就是说喝酒 或者怎么着 聚会 他就跟我说 说我们厨师长说了 让我们去参加聚会 说我们厨师长就跟我说 你还是去接媳妇吧 这可肯定不是我说的 肯定他自己说的 这两百块钱 你要花超了怎么办 我基本不会花超了 因为我上班的时候 我都走着去上班 所以也不坐什么 公交车什么的 单位离家俯进 每个月就是固定的喜欢 买点彩票吧 可以翻上 因为实在先的无聊 他说了 他就是买彩票啊 什么之类的 那你接身卡呢 接身卡都是提前办好的 就不在这两百之内 那你这衣服呢 这衣服都是 一块数就是买的 钱都在他那 当然身上有卡 这两百块钱给你 那么你们俩 其实我算一下 你们的收入并不低 在80后里面 也算还不错的收入 请问你们这时候 攒钱干嘛 生孩子 他老想说 攒够多少钱要孩子 攒够多少钱要孩子呀 三十万吧 对 老可能想到太多 他有想法在这 就是你们家的孩子 要攒够三十万才能要 所以这点我也 一时半会说话 我也接受不了 因为我身边的同学 家里跟父母一块住 也没有车 挣的还没我们俩多 孩子都你一岁了 他着急的可以跟我说呀 但是他没跟我说呀 你挺喜欢小孩的 我还可以 起码你认为应该正常 该干嘛干嘛 因为毕竟他比我岁是大 所以说我老是想 还是趁年轻的时候要好 今天坐到这儿 你还想要孩子吗 跟他我现在真不想要 真的不想要 来推一下话筒 这位女士您好 您好 你丈夫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你真的一个只给他200块钱吗 对 但是不是说固定的 有多给的吗 没有 他也没有要求过 就一个男人出门 都留要就200块钱 就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吧 是 但是他身上有卡呀 哦 那卡里有钱吗 有啊 8000呢 8000多呢 那8000多是谁赐给他的 就是我们俩平常的 零花钱就存了 多的就放到里边了 哦 那他花吗 他应该不花吧 我想问你就是 他花了这个卡里边的钱的时候 您会知道吗 不会知道 因为有信息提示 但是我这手机 信息提示不是防着他的 防着谁的 就是有一些诈骗的 经常会到他 对 我从开始就这么让他 那也就是说 你老公跟诈骗犯是一个级别 不是 不是 没有 我想问你啊 这个200块钱 是你提出来的 还是他提出来的 也没有人提出来 然后我就 那怎么就200了呢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给你多少钱 他说200吧 然后我就给他了 可能从那以后 就直接就200 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必要的交往 他说很少 这点你承认吗 承认 一个男人不出去交往 他怎么会有更多的机会呢 这不是我不让他出去交往 可是他没有钱去交往啊 那他也没说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固定的 他可以跟我交流啊 他要跟你说你会同意吗 会啊 你要跟他说他会同意吗 他的脾气我不太敢跟他说 不太敢跟他说 你看他一说话 你就开始声音降八度 差不多吧 特别恐惧他 有点怕他 最近的一次你提离婚 是因为什么事儿 就是因为买菜的事儿 买菜的事儿 为什么 那天是7月21号 北京下暴雨 他正好去医院 他回来 本来那天我是应该上班的 但是下午我休息了 我在家有给他电话 问他拿完药了吗 他刚才说拿完了 我说要下雨特别大的话 你在医院等着我去接你 他说不用了 他说他已经出来了 坐上车楼 那好吧 那就在家见吧 一会儿快到家了 他老一落着问我吃什么 那会儿我父亲也在家 我就视嘴问了一句我父亲 我父亲说 说等待会儿再说吧 一会儿我父亲出去去买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 他老嫌我特别的磨叽 我没嫌他磨叽 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个 告诉我一个那什么 就是买什么 或者怎么样 他俩一出生什么事儿 第一时间就给我打老师 就因为这点事儿 你吃什么你就赶紧说 正好说我在外面我就赶紧买 我说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说实话 我说一个男人 你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为什么呢 我还在外面下着大雨 我都淋湿了半生了都 就因为这点事儿 他就有点不太高兴 就是非常不高兴 不是不太高兴 人特恩爱 所以给我的感觉 就觉得特别 在我们面前也是 一分钟都离不开 两个老公年纪乎乎的 就那种 回来以后我们俩就是 吵了一架 然后那时候 第一次跟他提出说 我从我嘴里说说的 离婚两次 你怎么说的当时 我说这么吵 这没什么意义 离了吧 他没说 他回来最期 他回来怎么说 离就离 走了 走了 对 没有 我说的好 走了多久 一个多小时吧 你担心吗当时 没有 因为在气头上 那时候我父亲正好在家 正好看见他 回来了就走了 觉得不对了 出去找了 找一圈他没在 然后就赶紧打电话 后来就好点 但那个时候 你已经觉得要离婚了 还是我承认错误了 那会儿 他从来不会跟我承认 就承认过理 每次他们是吵架 他跟我说 三天以后 都得向儿媳妇 甭管对你错 都得向儿媳妇 承认错误 你承认错误 但是你第一次提的离婚 对 其实那个时候 离婚这两个字 这个种子 已经种在你心里了 可以算是 这次提离婚 哪一天 国庆节期间 放假的时候 那会儿我没休息 天天上班 他回他母亲那 你们俩都是北京人 对 就是那会儿 好长时间没见他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之前也是开始有点小吵 没吵 完了 想完了以后 我决定跟他提了 因为你是深思熟虑 其实你看啊 王导那个书里边 写了一篇文章说 爱情中经常是弱者甩了强者 就是说 他常年可能被他压压压压压 而那边不知道他在压你 最后有一天你崩溃了 然后他也崩溃了 对 这次提离婚 你怎么跟他提的 哪一天提的 就是他10月1号 从他母亲那回来 然后当天晚上 我上班下了班 可能稍微 你是想好的跟他说那天是吗 对 而且我 你是鼓足影器说的 我从外面喝了瓶红酒回他家 你要不喝酒不敢说 说实话的 我只能借点酒劲 把这些话说出来 别人都说这是酒庄 酒庄从哪 但是我觉得是 酒后图真言吧 他不同意 觉得说这不是离婚的理由 当时就不同意吗 对 这次提完之后的后果是什么 双方父母不同意 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他的父母我到现在还没见 你妈妈不同意 对 都不同意 包括他的姥姥都不同意 姥姥姥 包括我这边 都每一个都不同意 在我们这个场上 我们尊重 每一位当事人的意愿 我们尊重真实客观的原则 所以并不是说每个人来了 我一定要让你和好 但是你必须要给我理由 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么坚定的想离婚 刚才你讲的一点 就是说妻子对你金钱上的控制 第二呢 你就说到人的控制 也就是说她其实经常不信任你 这事是你很痛苦的一件事 对 她最不信任你的是哪件事 是你跟哪一个女士怎么了 被她抓住了对吗 没被抓住 她那天晚上突然冒出来了一句 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弟的女朋友 当时我脑子都疼了一下 我是说喜欢那种类型的 说你喜欢她弟弟 亲弟弟吗 对啊 她亲弟弟 她亲弟弟的女朋友 对 你真喜欢人家呀 我是开玩笑才说的 这媳妇啊 就不太爱她了 就什么都说了 真是 我真没有 她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有病吧 后来我也没理她 我就从那一开始 我觉得她不再信任我了 她就能猜到家里人 真的无法接受这一点 你肯定是做了什么事 你跟那个弟弟女朋友 单独交流过吗 让她看见了吗 有过一次 她没看见 是因为她弟跟她女朋友 在我们家吵架 她女朋友要走 正好我也要回我父亲那 本来说的是 我要坐车回去 不开车了 后来一看她的女朋友 扭头就要走 我想算了 她要回她单位同事那 这么晚了 那会儿晚上八点多了 我想算了 我就开车给你送 反正也是顺路 然后就把她开车给送回去了 她不是说的 她说的是这个女朋友要求的 是我弟的女朋友要求她才送的 她那天是这么光说的 你这一好人好事 招来的一堆事 你帮忙 问题是你这忙帮忙 是她弟弟告诉她姐的 还是你自己说的 她自己说的 我自己说的 我就估计是你自己说的 我自己 因为我就怕误会 所有才赶紧打的电话 她弟弟没认为 你跟她女朋友 有啥事吧 这点我真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我没做什么事 所以我不怕人怀疑我 就送了一下 当时我给她打完电话 告诉她 我把她送回去了 她就说我 人家的事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是不是看人好啊 当时我这口气 我也是属于咽了 因为我答应她了 我就不开车回去了 能够想象到 你的女朋友是一个 愿意掌控所有你生活的人 就是她安排好的事 她特别希望你能按照她的轨迹走 如果你出了她这个轨迹 那么她就会认为 你也是真的跑偏了 是这意思吧 一般都是吧 但这回她又提起来了 对 所以说我很想不明白 这回她提的是很认真的说吗 还跟你开玩笑啊 我就是开玩笑的时候 就说出来了 当时她提的时候 我没太注意 因为她突然的冒出这一句话 当时我也是脑子一愣 然后后来我就反过来说一句 我说你有病吧 我没看她的表情那会儿 然后她呢 她一看我 确实当时脾气挺大 估计她也没敢多说话 也就你们家是你很少发火 但你发火就是大火 对 她平时还怀疑你吗 就比如说 你刚刚说了一点 说每天中午要求你 必须打个电话 对 你打吗 打 你要不打 我有的时候替领导开会去 我特意在办公室门前 我找了那张照片 这我还真不知道 她也没床 我真不知道 我说我干什么去了 好累啊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我很累 我建议老师你有没有发现 这位先生其实他说的美一点 会觉得他委屈 然后呢 其实还挺倔 我觉得他属于让女人活的类型的 就是说这个小伙子外表 肯定是属于帅哥一类啊 就这种男人一般都会让女人缺失安全感 然后妻子管着点 其实可能也是情理之中 他管着你换个人 估计可能管得更年 但是呢你一般人呢他不从自身去想 说我这外形可能就造成这个情况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了 一般不这么想 这位女士太爱你了 缺乏安全感 然后呢就显得掌控欲很重 实际上他知道掌控不了 所以他才有这么重的掌控欲呢 就所谓的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你回忆一下从你跟他在一起到今天为止 这中午打的这个电话有百分之多少是情愿的 没有一次是他情愿的 没有一次是情愿的 也就是说这一年都是在完成任务是吧 对 没有一次情愿给他打电话的话 是不是有点太不够意思了 你这么不爱人家 你非冒充自己跟人家可好呢 跟人卸婚 我本来是想替你说句话 结果你这个答案呢 如果是真实的话 这位女士爱你爱得这么没有尺度呢 原因是因为她觉得你不够爱她 如果你真的是给她认认真真地打上 百分之五十的电话 是你特情愿的 你是发自内心的说 宝贝你不知道我今天中午特想钻回家去抱抱你 可惜我们老板这 你要是有这样的一种真切的表达 他就不会天天给你有这么多规定 我当时觉得通过这个电话 我看出来这个男士 特别善于伪装自己 一年多每天打电话 你现在告诉我们说 你心不甘情不愿地打了一年的电话 你干嘛要给那个女人告诉她 感觉上你好像很愿意被她管一样 她真的是很有心情的 其实你内心早就盘算 什么时候离婚 早就盘算 我觉得她是没办法 我是觉得其实这样的 因为你在心里已经这么想了 但是你实际行动又是另外一套方法在做 你给这个女人造成的事 你很愿意被她管着 所以她肆无忌惮地来管你 但事实上当你今年真的提出来要离婚的时候 彻底傻了的是这个女人 就尽管这个大家这样说呢 我还是很同情你 因为我知道一个男人被强势给笼罩着的时候呢 真的是这个有的时候会做很多纠结而且又不得已伪装自己这种事情 她这种伪装并不是完全的不爱对方 是因为这个行为对她来讲是你逼我做的 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之外你给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你对她好的例子 家伙我全都做 不是全干 做饭洗衣服蹲地全都可以 洗衣服要洗衣机 蹲地我也经常啊 我今天早上第一眼见你 我在化妆我从镜子里看到一个背影 就是你往我们的观察室里走 我还在说 哎我说这男孩就是你的外表给人的感觉啊 因为你带了一个墨镜 所以给人感觉挺酷的 我老说的特别帅 真的想不到你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呢 是不是为什么你不能发一两次火呢 跟你的妻子她邀请过多的时候 那么把这种平衡把它摆正之后 因为你们现在的生活不是正常的那种夫妻的平衡的那种生活 这是很恐怖的 因为你像火山一样被压着 那么她呢似乎忌惮地去压 这个时候你最后爆发的一天 你偶尔地对她发一下火 偶尔地拒绝一下做家务 我觉得会不会更好一些 吵架其实有时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也是一个调味器是吧 她说的不敢 我一定能理解她这个不敢 是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 习惯 生活习惯 爱的习惯 爱的习惯 她如果是真的一点不爱这个女人的话 她完全可以像王律师说的一样 跟你发几次 她第一是不敢 第二不敢里头 其实有很大程度上是舍不得 我这人平常确实不太爱说话 嗯 我感觉到了 性格属于内向那种 她的性格属于外向 特别能会说 所以每回我咱们俩吵架的时候 我基本上说不过的 所以我总是不说 你每天中午 必须要给她打一个电话 类似的要求她还提过吗 比如说 你跟女同事在一起不能多说话 微博微信不能随便联系别人 我没有微博微信 你微博微信都没有 没有 她以前跟我说过 说让我开通过微信 我打死也不开通 为什么 我就怕误会 所以我打死我也不开通 嗯 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嗯 因为我这个 我这人做人做事 我有自己的原则 我不会是那种 是每天过得比较 跟这个小姑娘逗逗 跟那个小姑娘也平平 我不会那样 不是 她这么怀疑你 是不是你以前有过前科啊 我觉得我没有前科 我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我21岁的时候 我们俩就认识了 不是 就你认识她的时候 到现在这八年的时间里 你从来没跟其他的小女孩 有过一点点 送点菠菜什么的 你有没有 就是她怀疑你 她总得有一个原因 你比如说 我如果怀疑一个男人 一定是因为她曾经 做过什么事 然后呢 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安全 所以我才会怀疑她呀 正常心里啊 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 还没结婚的时候 以前有一个女同事 给我打一电话 问了我们单位的那个地址 正好她在旁边 她听见了 就这么一件事吗 对 她就认为你跟那女同事有问题 那会儿倒不是说觉得有问题 她只是 因为她的脾气就是那样子 她就觉得我有事 我不是脾气 我就是怀疑 你想知道 你一直说她的脾气 她的脾气 她属于脾气是那种 急了以后会歇斯底里的吗 反正是急了以后 她会冲你嚷嚷 或者怎么样的发泄出来 因为我真的觉得 就说脾气不好 分为很多种 比如说我前天晚上 从妻房出来 就听楼上有一女孩 跟一男孩吵架 哇 那真的是 全楼的人都能听到 你妻子会属于发火的时候 会非常爆吗 不会那么爆 但是她会说我吧 说我说的挺重 比如说就是因为一些什么事情吧 她会说我 你到底行不行 你要是能多挣点 我也愿意天天在家带着 对啊 这就是我说的 然后我就觉得 她说完这些话的时候 我当时真的无话可说 因为我觉得她说的确实挺对的 所以我就不想说什么 然后就让她继续的 她就唠叨 等她唠叨完了也就没事 我不是没完美了的唠叨 但这句话挺伤害你的 她嫁给你的时候 不知道你比她赚的少吗 我认识的时候 她就挣1000块钱 1000块钱 我们俩认识的时候 她就比我挣得多 也就是从头 对 她可能生的 生之生的比较快吧 能力比较强吗 一般我跟你讲 就是相辅相成的 我也是一个很有控制欲的人 就是说我愿意掌控很多东西 但是这样的人 往往他会追求他上进 他努力学习 他希望自己比别人好 他的确比较要强 我估计肯定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对不对 对 你结婚之前 你考虑好了吗 要娶这个女人 结婚之前 俩吵过一次 那会说是要分手 那回就是因为 她的脾气我实在受不了 当时为什么吵 大概情况 你还记得吗 没太放在心上 那会吵架 也就是一些琐事 就是小事吧 他说我不让他看球 不让他踢球 就这些小事 然后我觉得他的脾气 说冲你让人就冲你让人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那么忍 刚开始也是不同意 在上班的时候也没什么心情 在单位也是哭了三天 我都不吃不喝 后来他们的同事给我打电话 说他都已经瘦了好几圈了 让我见见 后来我一想还是看看吧 看看完以后他刚刚说他把他的脾气改改以后 后来我一看他这个样子 确实是我第一次见 然后我心软 就结婚了 后悔了吗 有点 四年的婚姻 八年的恋情 已经让丈夫小孙产生了一丝回忆 离婚这个念头始终在这个80后小伙子脑中盘旋 那么面对丈夫如此坚定决心 妻子小马对这段婚姻又会持怎样的态度呢 主持人好 各位专家老师大家好 今天我来到这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公的婚姻出现了点问题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出这个问题的所在 然后我今天来最终的目的是我也不想离婚 我希望把日子能好好的过下去 假如你先生坚决要离婚你打算怎么办 在我心里从来没想过要跟他离婚 不是你不离就可以不离的 是 他要想跟你离的话 他只要坚持一段时间是百分之百的可以离掉 那我会争取他回来 很好 来掌声有请 你好 你好你好 工作中是个挺有成绩的女孩子 也不算是吧 但是我觉得还好现在 你会不会觉得其实找这个老公挺好的 是挺好的 他对我特别好 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生活当中他会包容我的一切 而且有点小浪漫这些 他还会浪漫吗 没看出来 会 然后他老给我惊喜 也不是老吧 他有时候会给我一些惊喜 就比如说我看上一件衣服 然后当时没买 然后回去以后我就特别想买这件衣服 然后他自己会偷偷地给我买回来 花钱的钱呀 不是就我们俩自己的钱 他自己老赶私放钱 然后他会把那衣服挂到柜子里 然后他说回家以后他说你打开柜子 看柜子里有什么 你好激动吧 特别高兴 一打开柜子一看 对 然后看到那件衣服特别开心 然后觉得这个男人真是下队了 对 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在你心里边你觉得他挺好的 对 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手心里捏得好好的一个老公 就随时想跑出去了 是 他第一次跟你提离婚的时候你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 我以为他就是在跟我开玩笑 所以你不了解男人 对 我真的现在为止了的话 我觉得我不了解他 你根本就不是特别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 对 你跟他吵架的时候你说过那样的话吗 你要能多了点钱我也愿意在家带着 说过 你觉得这话过分了自己觉得 我觉得我不是说过分不过分 我就想刺激他一下 因为我觉得男人在家里应该能为我称起的一片天 你说的特别对 对 但是他称不起来 也不是称不起来 因为现在我感觉不到我看不到他的上进心 他是很安于现状的一个人 但是我不是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看不起我那种劲儿 就你俩骨子里其实的生活观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对 你是那种希望通过自己个人努力 对 改变生活改变命运 但是他不一样 对 他是觉得能安静就安静安静 对 其实他要特别想去跟同学朋友聚会 你是拦不住的 对 那说明他本身也不是特喜欢 对 他不善于交往这些 嗯 他愿意在家待着 有时候是吧 他挺宅的 你觉得你更爱他一点还是他更爱你一点 我觉得我更爱他吧 表现出来的是应该他爱我爱的多大 你从什么时候这样觉着的 我一开始就是这样了 做我们俩交朋友就是一样的 但是你看啊 你认为你更爱他 可是表现出来的似乎是你更看不上他 或者说他更爱你一点 我们看表现你们现在讲的 你说他在家洗衣服做饭收拾家 不是 真不是这样的 嗯 洗衣服做饭 第一有洗衣机啊 第二他会做饭这是真的 但是收拾家我也做 嗯 他最近就从我婆婆10年吧 做完手术以后 他根本就很少做家务活 就像擦窗户啊 洗这些家里的这些东西 包括搞卫生 基本上都是我 他很少 因为我知道他在这一年的工作当中会很辛苦 嗯 因为新患的工作 那你会不会觉得2010年之后他有变化 有 我觉得对我的关心少了点 我刚才在王岛的那个纸上写的四个字 我说不够爱了 你能理解我这个四个字的含义吗 就是不够爱我 看着他有时候也比较烦 如果一个人就说他特爱的时候吧 他可能你发发脾气就发了 对 你折腾就折腾了 所以这才是你最伤心的地方 对 你跟了他八年 突然有一天发现他没有那么爱你了 就是从这个半年来讲 我都觉得他不是特别的爱我 我感觉我是被控制了 你从哪里感觉到的 就是包括平常的一些行为上吧 还有一些就是他刚才说的 我们俩打电话的这些 嗯 而且他打电话确实在敷衍我 嗯 我也我能感觉到 但是他给我打一个电话 就已经很开心很知足了 就是说那个中午你会不会有那样的感觉 只要他把这个电话一打过来 我就挺开心的了 你就踏实了这一天 对对对对 我也不是说知道他去干嘛了 就是我知道他还想着我 嗯 然后他奶奶的电话一般你们都会说什么 就说我下班了 然后我要去开会 然后我去健身了 嗯 说你忙吗 我说不忙 他说那你玩电脑吧 嗯 就这些 特别简单的一些话 就他有没有在这个电话中说 亲爱的你干嘛呢 没有 你吃了没有啊 没有 从来没有吗 没有 就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 他说那个那你歇会吧 然后到这儿睡觉吧 嗯 然后就是这些 但是这些话不是你最想要的话 我觉得他跟我打了电话我就很开心了 他这人不善于表达说什么 我爱你啊 亲爱的 他很少说这些 这个周末打一个电话是你要求的 对 因为我觉得他从去年开始吧 他对我就这种态度有点转变 我也不是说特别要求他这样 但是我就知道他每天都在干什么 嗯 我们两个毕竟是在两个单位里边了 嗯 但是他说他要是去开会 他必须要发张照片给你 没有 这绝对没有 我没发我只是拍下来了 他刚说的 他真的没有 一张都没发过 我一张都没收到 来 季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这还忽悠我啊 我没忽悠我 我当时说的是我拍了照片 我没说发 因为我是怕晚上回去 当时说我说不明白 我有证 我这是 我这人就是说了话就忘了 我就根本不会去想这些 你说你你查过吗 晚上 没有 他查过吗 他没查过 那你这还是有点忽悠我 哎 那我们都感觉是你发 对不对 我们听的都是你每天拍照片发给他 对 我没那么强势 嗯 中午这个电话 其实成为你们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了 对啊 如果他不打 他有不打的时候吗 也有 但是我会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干嘛去了 就这样问了他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对啊 我说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呀 就是这些 嗯 就是撒娇的这种吧 我觉得是 但是这个过程中 你从来都不知道他到底心里面有没有别人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 你觉得没有 对 那你觉得既然觉得没有 为什么还不信任他呢 不是不信任 就比如说他去健身了 我跟他说 我别够了小姑娘 我就这么说 就是开玩笑的说 嗯 我没有说不信任他 别够的小姑娘 就听得像有前科的人呢 也不是 就开玩笑的就说了 他跟你这八年 有过类似的事情吗 应该算是吧 但是我也没有发现过 就我觉得 就像他刚才说的 跟我们同事的那个 我觉得就有 哪个同事 就是我们一个挺好的一个同事 嗯 然后那天也是我在家 然后我们俩在在床上看电视 后来他又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那个电话里就是这么说的 说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他说嗯 然后说你现在在哪 他说通舟 然后他说 马姐在边上了吧 他说啊 他说我问你一个事啊 那女孩就说 然后说 咱们单位门口那个车站叫什么 他说三元安 然后我就 当时我就问他是谁 他说没谁 是我一个同学 我说你同学 我说哪个同学啊 他就不说 他说就是一同学 我说啊 后来第二天 因为我们那会儿在装修嘛 第二天我们就去买建材 我突然间又想起这件事来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昨天那到底是谁 他说你不是知道吗 然后我说 谁啊 他你知道还问 然后我当然想 就是我们那个同事 后来我就说 我说他在那上了三年班 他不知道那车站叫什么名吗 嗯 我说他为什么不问我 而且我们俩是很好的一个同事 我说他为什么不问我 非得要问你啊 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觉着 对啊 我就觉得有事 然后后来我们俩 07年就吵架了嘛 吵架的时候 不是说他就想见我 后来是因为一个同学 他先让他的一个同学来找我 然后跟我说的这件事 嗯 就说你知道他没联系你这三天 他去干嘛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 然后他说 他跟一个女孩去海洋馆了 然后去了以后 然后就去吃饭了 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 我就不知道了 是这么跟我说的 当时我的心一下就乱了 哦 你没想到就三天 对对对 我就觉得三天就发生了这么多事 嗯 后来我才 他承认了吗 他没有 后来这件事过去以后 他们同学就跟我说 他都是骗你了 也就是说 没去海洋馆 确实没有 那他没去 你觉得就是他让他的朋友 打电话给你 对 气你 对 是 没事 但是没去 是 我是为了想结束这段感情 所以才会让同学去 变得这个笑话 那就说明他那时候挺爱你的呀 因为他想了办法呀 我觉得不是吧 我是觉得他曾经在气我 他气你的目的是什么 亲爱的 你想想 他为什么要气你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他气你就是因为 就因为他爱我吗 我真不觉得 我觉得当时 我哭了那个三天三夜 就已经很那什么了 当时我真的没想这么多 然后再这样这一件事 嗯 就得哭六天六夜了 这都哭了一个月了 哭了一个月 没没没没 这件事确实对我 那个情绪影响很大的 你是说这次是吗 对 因为这么长时间了 我一个人一直在坚持着 嗯 我也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说吧 就是 我每天啊 过得就是生不如死啊 我觉得 他可以不要吵 不要吵 他就要往这个人 天就是 基本上是不吃不喝 一个月都是这样吗 差不多吧 现在是每天一顿饭 你不饿吗 我感觉不到 我会这样 就这个地方堵着一个东西 对 是有 如果这件事不处理完 你堵着 你睡觉睡觉好吗 不好 我以前是大概 十一二点左右睡觉 然后第二天能睡到七八点 但是现在基本上是 夜里两三点睡 然后早上起来五点就行了 你醒来的时候会哭吗 不会 我会 就是看手机 看他给我发的那些信息 自从十月二日起 夫妻二人开始分居 妻子告诉我们 每天醒来 他都会看着曾经丈夫 发给自己的短信 因为这些文字 能让他感觉到 丈夫无时无刻 就在他身边 一个多月来 他不停地 期盼丈夫的归来 但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见面对于妻子来说 都已变成了一种奢求 这二十五天以来 你们从来没有在一起 好好的谈过 没有 没有晚上去找过他 没有 就是上次有一次 他打电话说 他要来拿厚衣服 因为变天了嘛 然后后来我说 那个那你别来了 然后因为我妈过来了 陪我了 然后他那天也说去喝酒 然后就得十二点多才回来 我说你就先别回来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就把他的那个 就厚的衣服给他送过去了 你现在想想 那是不是算是一个机会呢 应该算是吧 但你又给错过了 没有给他送回去了 把衣服 不是 如果你当天晚上 让他来取这个衣服 不会的 他因为他喝了酒 他肯定回来就睡觉 我估计没准 他拿完衣服就走了 我是这么想的 在这个二十四天里 他每天跟你联系吗 不联系 他打过两次电话 就说 什么时候时间啊 第一次口气特别冲 就说你什么时候时间 我说怎么了 他说谈谈离婚吧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要离婚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然后他说 没得可谈 那就挂了吧 反正就这样就挂了 然后他说 我以后再给你谈 就是离婚 要不然不离婚的话 不会给你打电话 就这样 这二十多天 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每天 暗点回家吗 这个他爸跟我说过 就是他 不是暗点吧 应该 从家里人这边得到 他有时候 有时候夜里三点多回家 有时候四点多 你不怀疑吗 我曾经怀疑过 我就想他夜里三点回家 四点回家是去哪了 我想过 就特别害怕这样的 我们正常去思考 一个人三四点钟回家 去哪里了 对我也会想 来 先生你好 你好 你们从10月2号到现在 就分开住了对吗 对 这个过程中 你有一次想过这个女人吗 没有 24天从来没想过吗 没想过 你夜里三点钟回家去哪里了 之前先是跟同事一起吃饭 吃完饭一起去唱的歌 你有钱吗 有啊 我现在 现在我自己的工资 是在自己手里 不在 你会不会这个心有点走了 我确实现在 心不在他这儿 说实话 嗯 10月2号 嗯 从你们分开 这个之前 你们关系还可以吗 9月24号吧 就关系不是特别好 嗯 但是之前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9月24号到10月2号 就发生这么大变化 对 他每天都拿一句话来跟我说 哪句话 嗯 不是一样的 比如说第一天 他就跟我说 我觉得咱两个是两个世界的人 嗯 然后有的说那个 突然间坐在床上就跟我说 我想坐定客 然后紧接着又说 我想A制 嗯 然后要不然就说 我跟你在一块 我想离家出走 嗯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走 他说因为我手里没钱 我说你还知道手里没有钱 嗯 然后他就自己就笑了 嗯 就是这样 他每天都会说一句话 基本上 也就是说 他其实心里在琢磨这事 对 但你并不知道 但我没有把这事情 就往心里去 你没想这么严重 对 这一个月来 告诉我 每天过得苦吗 我长那么大 没受过这么多苦 没有 快把前面这三十年的眼泪 都流干了 我非常的理解 而且 心里难过 还不敢发火 他能给你打个电话 就算不错 对 就很高兴 对 发信息就是说一些 刺激我的话吧 发了哪一类的信息 你想前两天发的 说我说那个 家里是水 软气是水 我说那个 我不会弄 然后他就说 他说不用管 来暖气就好了 后来我说 二层的那个暖气漏水 把一层给淹了 他说 过两天房子都没了 还管它漏不漏的 你听到这话 是不是快崩溃了 是 你给它回了吗 没有 我都不知道 我该说什么了 反正当时就特别难受 我想这个家都没了 八年之间 你一直在经营的 很多东西 对 其实你是一个 计划性挺强的女孩子 对 你为自己的未来 很好地做了设计 是 我们先努力赚钱 赚够了一些钱 我们又要孩子 有了孩子 我们就这一辈子 幸福地生活下去 你没想过 会是今天这样 是 这24天 25天以来 你做过努力吗 做过 就是我给他 发一些信息吧 然后我其实不是说 就是发了一个信息 就能挽回他 或者让他回头 就是我 我也想关心他 然后就比如说 上次送衣服的事 如果像我的信息 我肯定不会给他送过 送去了 但是我知道 第二天就变天了 所以我把他衣服 给他拿过去 然后拿过去 他什么表情 他没表情 就是很冷淡的一种表情 他也没说谢谢你 没有 我怎么觉得 这个男人真的心走了呀 是 我也觉得是 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的就是 你的确稍微强势了一点 我估计有的时候 脾气大了一点 然后呢 对这个男人呢 管得多了一点 但是呢 出于爱呢 可能对他提了一些 爱的要求 但是到现在你并不明白 为什么一夜之间 他就变了 为什么 对 而这个男士呢 他提出了一些理由 比如说两百块钱 比如说中午一定要打电话 比如说你提出了 他说他跟你弟弟的女朋友 怎么怎么样 就这些 对你来说 你都不认为为过 对吗 我觉得是 你真的认为 他跟你弟弟女朋友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就是开玩笑说的 他也经常这样说 比如说他突然间就说 我要做丁克 我觉得我们就聊天 就很轻松的一种 就没想过那些 当时也没想到 可是我说的话 都是就是无心的 但是可能这样 就会伤害他吧 这就是我沟通上的 一个问题 我觉得 我总觉得 我听到这些话 我特别 因为在一起 生活这么长时间了 他还这么说我 我觉得他太不信任我了 所以他才会 这么跟我开玩笑 你把他当最爱的人 对 我什么都 口无遮拦 是 但是你没想到 他一直在搜集这些东西 对 他把这些一点一滴的 全都寄在心里了 我们一直以为 就是说你的收入 高于你的老公 是导致这个家庭 因为女比男的收入要高 肯定是家庭不和谐 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我一直以为 这是你们俩矛盾的 最核心的东西 通过你的讲述以后 我发现 你们两个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 是心的距离 越来越远了 是 现在这么看来呢 其实有点心 让我们揪揪的 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吧 就是说这个男 心已经走了 完了你要做 最坏的打算 就是这个婚姻也许 就真的就说 在你们第八年了 但是呢 做最好的努力 好不好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准备 你可能还是动用你那种情绪 你哭多少天 哭多少宿都没用 刚才呢 我们在这过程中呢 跟你的这个先生 也进行了一番交流 我不知道 经过这一番 他是否有些变化 来掌声有请先生 你们当年是怎么认识的 一个聚会吧 是你先追他的吗 他一直这么说 是我追的 但其实在我心里 我不是这么想的 那你是怎么想的 他说他的一句玩笑话吧 他说我喜欢你啊 就是因为一句 他说他喜欢你啊 不是这样的 是当时我有男朋友 然后那天是同学聚会 然后他就到旁边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喜欢你男朋友啊 然后就来一句 我喜欢你啊 我当时就说 我的意思就是 我不喜欢我男朋友 我喜欢你啊 就是理解错了 不是吧 也就是说 你是为了他 跟你男朋友 前男友分手的 也不是 那会儿都已经要分了 相当于你 当时知道他有男朋友 他没跟那个男朋友在一起 跟你在一起 你还是挺高兴的 对吧 对 你觉得你们之间的这个爱情 最爱的时候 你最爱他的时候 是哪几年 刚开始 不了解他的时候 从什么时候 你就觉得开始有点犹豫了 就是第一次闹分手的时候 就是四年之后 对 这二十四天来 你是怎么过来的 每天上班下班 单位同事聚会 本来就这么大事 别的没有 你是觉得轻松了一些呢 还是觉得孤独了一些 孤独谈别上 轻松也没 也没觉得多轻松 因为这件事 毕竟没有解决 每天也是睡得不太好 昨天一休也是没睡 昨天一休为什么没睡 睡不着 总是就是睡不着 脑子里老想 想什么 就想这件事情 到底怎么解决 我是不是还能跟他 再在一起 也就是你想过 一直到早上起来 四点多钟的 还在想 那最后想的结果是什么 我决定放弃 不想要这样生活 也就是说 你在进这个房间之前 你已经下了 做了最后的决定 对 听他说这个话难过吗 这八年来 其实你们有过很多 很美好的东西 有过吗 有过 他说你们在家里 其实挺轻松的 是这样吗 是 我其实没那么多要求 可以算是 你觉得爸爸妈妈离婚 对你的性格造成影响了吗 我从小性格就是不抬说话 对呀 就是爸妈在你多大时候离婚的 高中的时候 但是之前他们是不是感情 也不是特别好 也吵过 他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我没太深了 你妈妈现在过得好吗 表面上看着还可以的 因为没怎么深了 你跟妈妈感情近 还是跟爸爸感情近 他们俩离婚以后 我感觉都差不多 很少跟他们交流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 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可以算是吧 然后找一个媳妇 其实交流还是不多 你有没有过跟谁 就痛痛快快聊天的那种感觉 同学同事都能痛痛快快聊天 就是回家就不行 对 感觉回家挺受压抑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的一段离婚 其实对于他来说 多少有些不负责任 我觉得不信任了 站在一起真没什么意义 谁不信任谁呢 他不信任我 我没听说他有多不信任你啊 你举个例子 你得说服我们 他能猜我跟别人更可气的 还是跟家里人有关系 我真的无法接受 这是我做人的底下 我错了 这就是一句玩笑话 而且他做的那些事 就是他也说了开车那次 我就说人家俩吵架 人家本来回来就想留住他 你非得把他拉回来 可是我已经给你打电话解释了 你跟我说的是 女孩直接跟你说让你带他 这回你说的是 你主动要求带他回来的 你就看人家吵架了 你才给你带回来的 你上次跟我解释 是他非得要求 说你要回家把我带回去吧 你说你才开车的 我真记不去 你到底是咬人嚼嘴 还要怎么嚼 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这样 坚毅老师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就是说因为爸爸妈妈 曾经的那件事情 让他觉得信任这件事 非常可怕 实际上我们心理学 有一个关键的词汇 叫习德 就是说他会从父母身上 学习到一些什么呀 一些东西 而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什么 很难剔除的 它是潜意识的一种影响 你比方说父母离异 可能直接带给孩子的 就是安全感的缺失 那么他可能呢 在自己内心中 底线感特别的强 因为他知道 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也许他对自己的日子 描画不清 但他至少不想要 父母那样的日子 所以他总是在内心 有一个底线 我觉得女孩子 就要吸取的教训 就是说 不要认为我们特别爱对方 你刚才说王方问的 特别特别好的一句话 就是什么呀 你为他做过什么 然后你说你从心底 特别爱这个男人 但是爱这种东西 要付诸行动的 你不能说 由于我心里太爱你了 然后我就管控你 我就追查你 我就莫须有的 那个根本八竿的打不着的 就可以怀疑 难道这是爱吗 这是正常的爱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你要思考这个 你跟这个男人 你需要思考这个问题 你下一个男人 你还得要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小伙子 需要想的就是说 你心底到底是要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恐怕 这个女孩子给不了 也许另外一个女人 也很难给你 因为有些东西 是你在原生态家庭中 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而这个问题不能依靠一个女人 她做的多么的好 来单纯的 单方的解决你的问题 这个事情 其实没有谁对谁错 没有保抑和贬义 我们现在这么严肃认真地谈这个问题 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说劝和这事吧 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劝和 是我们先得把问题弄清楚 就是说生劝的一块会是什么后果 弄清楚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对双方想明白这事 不管是往一块过 还是将来离开都有好处 因为毕竟如果要离婚的话 将面临一段漫长的两个人都会痛苦 特别是女孩 其实有时候做决定 我相信你的丈夫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其实我刚才跟建一老师在沟通 就是人的一念之差 一念之前 他愿意为你在家里蹲地 愿意为你每天打个电话 但24天之前 一念之后 他就觉得我特烦你 咱打电话就说离婚这事 那这个一念 你不了解他背后的成因 这个男孩子 他的原生态家庭 本来就存在了一些问题 可是这些问题 有时候我们在二十几岁 刚结婚那会儿 我们对自我的了解 并不是很透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原来问题是在自己身上 但现在我们接近年近三十的时候 慢慢地各种问题显现出来之后 我们要关注自我 关注自我内心的时候 才会发现 原来这很多东西都是根上的 但你并没有积极关注 他内心的东西 和他内心的需求 你可能觉得 我每天掌控着他的钱 对吧 每天他给我报告了 他就是安全的 但这个男人内心 他极度地缺乏安全感 因为他从小 他的家庭给了他动荡 而你又没有 像一个温柔的女人一样 像一个港湾一样 给了他急需的爱 这就是两个人需求上的差异 他一直都没有说 我觉得今天来这非常好 就是为时不晚 不管你们俩怎么决定 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个 坦诚的沟通的机会 对吧 让你真正地了解他 也让他真正地了解你 从女孩这个角度讲 他这些做法 都是在追求一个更好的 更似乎稳定的一个完美的爱情 男孩的反抗 也是实际上 也是在追求一个 对爱情的一个 自己的理想化的一个爱情 但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的家庭 都有这样那样的矛盾 可能人家两口子 吵架的时候都关着门 你们不知道 但真正的大家都在吵 可能没有不吵架的家庭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实 是不是你们分了之后 就能找到一个比对方更好的人 值得深思 我再问您一遍 先生 关于离婚这件事 到现在为止 你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 你决定要离婚吗 决定 没有任何余地吗 没有 就是我们说什么都是徒劳的 好吧 那你们俩先休息一下 我听您妈妈怎么说 好吧 你好 你好 您告诉我 今天来这里 希望我们怎么帮助您 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婚不要离婚 为什么 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婚不要离婚 我觉得我也有原因 因为我失败的婚姻 给儿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你觉得很内疚 对 好愧疚 对 你觉得儿子会听你的话吗 现在不听了 我听了半天也不听了 之前他都听我的 就这次我做他的工作 他死活都说了 妈妈要要我自己的生活 所以您觉得心也在渐渐地寒 作为我来 我还是站在儿媳婚这边 我不希望他离婚 好 掌声有请婆婆 你好 请坐 现在的生活还好吧 还凑合 您告诉我 当年您选择离婚后悔吗 因为跟他父亲是别人介绍的 有可能性格还是有点不合吧 我姐离婚的时候 我们一家都没有一个同意的 此时 坐在观察室里的三姨 情绪非常激动 每每想起姐姐失败的婚姻 她都会感到十分惋惜 如今 一段失败的婚姻 再次摆到了这个家庭面前时 三姨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潸然泪下 您知不知道她心里面有段时间是悍您的 我知道 她所以她不愿让他们再走这一步 当时反应判断是她跟我 后来她又选择了个父亲 她自己选择的 对 所以你那时候知道她是悍您的 对 你们后来走得近吗 跟儿子后来她还是大了以后 她还是依赖我 但是她有些话她不会说的 因为我这儿子不在意表达 那您现在跟您这个谈得来的 这个先生过得还不错 对 但是这件事情导致了儿子今天 他说他现在内向 然后呢遇到问题他愿意逃避 不愿意积极地去面对 他如果早一点去解决这些事 早一点把这些话都说出来 他们可能走不到离婚这个境地 对 他是一直憋着 憋到最后 说行了 那我就想离婚 对 他的性格 跟我妈的性格有点相像 这件事情 您是怎么跟儿子说的 我说你还是好好深入考虑一下 是吧 我说没有大的问题 只不过就是说 儿媳妇强势一点 在某些问题 你们可以坐下来 心灵气和谈 但儿子他的想法 他说我不谈 在这个过程中 您跟那前夫联系过吗 没有联系 因为毕竟他跟他的爸爸住在一起 你没问问您的前夫 也就是说您当时离婚的时候 跟您的前夫是闹掰了的 对 这些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 对 因为有十几年过去了 对对对 这些事情您过来以后 你有没有觉着 其实离婚这个事情一定要慎重 对 有这样的感觉吗 还是有一些吧 您觉得还有希望吗 我觉得还有希望吗 帮我帮了你ados 但是刚才我问了您儿子一句 我说不是说你现在怎么想的 她说我肩定想离婚 我那就是说谁说也没什么用了 她说对 我觉得特坚决 我都不想再做什么努力 我就是后悔了 也会把她乱到肚子 不会说什么 就是她抱的目的 和我们抱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她抱的目的是来这儿 你们说服这个女士离婚就行了 然后说服我妈妈 别那么纠结就行了 而我们抱的目的是说服她 能够重新再尝试一下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我的想法是来这儿的 就是因为我跟她说不通 这些年来您跟儿子之间 你觉得有隔阂吗 没有隔阂 就是因为这件事 当时她很恨您嘛 后来就变得你们关系好了以后 你们也再没有谈过这事 没有 她的继父 也就是您现在先生 跟她关系好吗 挺好的 他们去玩去 去哪去玩 去广州玩 我在广州那会儿嘛 去广州他们去玩去了 您现在生活在广州吗 不不在 因为我有病我就回北京 您现在身体不太好吗 对 这什么状况 胃癌 切除了吗 切除了 切除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现在经常在复查吗 经常复查 情况还挺好的吧 情况还凑合吧 还行 儿子知道这情况吗 知道 我都想说 我儿子一直守护的 也就是儿子知道 您现在的身体情况 知道 2011年 2011年 母亲患上胃癌 此事给原本 婚姻不幸的小孙 心头更加蒙上了一层阴霾 以往交流很少的母子俩 渐渐缓和了关系 工作闲暇时 小孙便陪在母亲床头尽孝 为了使母亲心情愉悦 小孙会尽量满足母亲的各种要求 然而 这次对于婚姻的抉择 小孙却坚定地站在了母亲的对立面上 这个故事中呢 又有一个曲折 现在妈妈还是一个患者 我觉得儿子可能 他在这方面 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我不想因为他可能 他妈妈就这样 今天您来这里 您的先生知道吗 你来录这个节目 你丈夫不知道啊 我没告诉他 为什么不告诉他 他说你身体不好 不要管这些事情 让他们自己 他们也不是小孩了 也是成年人 假如他有一天看到电视 他会生气吗 那我回去 我们俩在自己再去解决吧 也就是说 我们能理解为这个母亲 他觉得当年呢 对儿子有一些亏欠 所以他现在呢 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想去弥补 包括来我们这里 对 只要能挽回孩子的婚姻 对 就妈妈的话很少 生意也很小 但却让我们心里边 又添了一分悲凉 建一老师 您实际上 当然您追求您自己的幸福 我觉得一点都不应该受到指责 任何人结婚 也不想离婚 离婚肯定有无奈 您追求个人的幸福 但是一定在儿子的内心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这就是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假如说您是一个在婚姻中 无论多么艰难都隐忍过来的一个女性 您现在坐在这里 您不说话 您也什么呀 无言自卑 但是您是一个勇敢地追求幸福的女人 您现在坐在这里劝儿子 说你坚持下来吧 你们会好的 儿子能相信吗 您起的这个作用 恰恰不是正向的作用 而相反 会勾起您儿子的逆反心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活 还是要在这儿感谢一下这位母亲 昨天之前我们的编导跟我们沟通的时候 还说妈妈是不来的 对吧 您是临时决定来的 真的是为儿子的事情抛下了所有 我相信今天录完节目回去以后 你后面还要工作的 所花的精力和时间 可能还有更大的困难在迎接着你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这位妈妈能够勇敢地站在这儿 这个家里的儿子的这件事情 加上他现在的病 对他来说的确是他放不下这个心 我相信儿子的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 只会对你的身体有一些更大的影响 所以呢 我觉得你待会儿一定要跟你的儿子 说出你的心里话 有这么一个面对面的沟通的机会好吗 好 我特别希望儿子不要受到我们和妈妈 谈话的这样一个影响 因为事实上在我看来 妈妈选择幸福 其实这个真的不应该作为一种理由 说这是影响了你生活 这是完全是两个事情 作为母亲来讲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 我相信婚姻当中 你也有很多你自己的思考 你也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好下来 我能理解是因为你认为这个儿媳妇 并不是到了非得跟你儿子离婚的程度 儿媳妇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没有那么多的毛病 所以你可能才站出来想说话 但是就他们俩的这个婚姻来讲 你不要因为他们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如果他们不怎么样 你可能就会选择极端的这种情绪表达 我觉得这个需要你调整 在专家和主持人给予婆婆建议后 大家决定请回儿子 那么接下来母子同场 小孙会如母亲所愿回到妻子身旁吗 妈妈刚刚讲话你一定挺难过的吧 我相信你你特别难受 因为我真的认为 这个小伙子本质是非常好的一个男孩 妈妈说他知道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恨过他 很短的时候 妈妈说他觉得他生病以后 觉得你一下长大了 你知道开始知道心疼这个妈了 你一上来看到妈妈 戴着帽子戴着眼镜 哭泣的这张脸 你会不会心如刀割 坏 但是我真的发人手 妈妈 今天咱们坐到这里来了 妈妈的意见就是 不要和儿媳妇离婚 我知道你委屈 儿媳妇强势 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坏的女孩 我就希望你们俩通过这个平台 好好沟通一下 通过这个呢 我觉得儿媳妇 她也会改变她自己的那种想法 她也会改变她自己的态度 我就不希望你们两个分手 也在妈妈求你了 好吗 妈 过日子是我过 我不想要那样的 就这么 我知道我今儿说完了 你肯定会生气 我想起来就是这么多 也许大家都没有听到 这个小伙子在说什么 他说妈 过日子是我过 我真的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了 但是同时我也看到另外一个表情 这个男孩从这一次上台之后 和上次完全不一样的在于 他一直在咬牙 就是能感觉到他很难受 所以我在想 其实你心里非常难过 对吗 我这人属于那种做了决定就不会后悔的 但是现在是 你不后悔 你得让妈妈舒坦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孩子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这个情况 你不顾她的任何感受 即使你想怎么做 你也应该配合我们 配合大家 让妈妈 让那个曾经你爱过的女人 都心里是舒坦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是我们可能今天最能帮助你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有摩擦 很简单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没有这么大 儿子刚才说这话的时候 心都凉了 我也觉得 但是我还是不希望你们离婚呀 儿子 还是慎重一些 好吗 其实我就是来想争取一下吧 小伙子 我特别希望你认真地思考一下 在这段爱情中 你的错误在哪里 观众心上还有你认识的人吗 我妹吧 应该说 你妹妹 你好 你跟你哥哥平时关系好吗 我们关系都很不错 跟嫂子关系也特好 但是今天 那到这个程度 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此时此刻 我们的立场都是希望 不希望看到他们的婚姻是破裂的 然后当然这个既然出现问题 肯定双方都是有问题的 我哥这边他不善言辞 我嫂子出现的问题他不表达 他不表达 那边又意识不到 导致今天可能闹到一发颇收拾的地步吧 我都觉得没希望 我今天来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心情挺复杂的来这 就是你看到现在这个状态 此时此刻 你觉得还有希望吗 我觉得有 有希望 好 面对小孙如此坚决的态度 在观察室里面的三姨 也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 她表示 也不希望外甥的婚姻就此结束 她准备上场 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落泪了刚才 怎么哭成这样呀 因为我不想他们这事变成这样 这么糟糕 你没想到来之前都没想到是吗 对 其实你跟这位妈妈 心里面想的都是来这里没问题 赶紧把他们这解决了 回家好好过日子 对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很多观众看了我们的节目 他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就是在我们这里几乎很复杂的家庭问题 到我们这儿 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以和好 最后作为结束 对 所以说他们总觉得来这里就有希望 您刚才在说哪一句话的时候 你受不了了 因为我看见我姐那种状态 我不想让她可怜我 这外甥是你看着长大的 对 听话 比较听话的 你以前跟三姨关系好吗 三姨疼你吗 疼 你把她当自己的儿子一样 对 比我是胜过我女儿 我都爱她们 你能感觉得到吗 三姨说的是实话吗 我都不想她来参加这节目 是三姨她们说 这样是争取最后一线希望 她这个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 找过您吗 以前有点什么事 老是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劝她们就说 完了都挺好的结局 但这次呢 她们给我打电话 我说不可能 我也想不到这么严重性 小伙子我觉得现在 我要是牛肯定压力大死了 头都疼 头疼 你看如果再加上你妻子 现在就是四个 四比一 还有你爸爸 五比一 我想因为家庭的原因 才让回头 现在你的岳父岳母 还不知道呢 岳父岳母是不知道 还是不愿参与 我真不知道 他们知道不知道 说实话 你跟你岳父岳母 关系怎么样 还行 他们都觉得我挺好 对我很好 从老人那说不上什么 对 你完全是觉得就你们俩 那你看你们俩的事 怎么现在弄成了一个家庭总动员 我也不知道 他们都为什么 他就是来为了让专家 劝我离婚来的 你是现在已经应下不了 这么多事情了是吗 可以说是 我其实从我心里 我是能理解你的 我的希望就不是让他 因为可怜他妈妈 或是心疼他妈妈再回来 你现在属于 基本上你们家的住室之地 就是家里边所有的人 都在给你压力 但是我却觉得 所有人的这些压力 起反作用了 你有这感觉吗 有 真有 真有吗 真有 来坐到妈妈身边 可以吗 可以 请一下妻子 此时此刻的状态 你看到了吗 你其实在他们家里面 做人做的还是不错的 这么多人都站在你这一边 其实在整场中 你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 来说这个先生 到底有什么问题 你能告诉我 如果让你说 他家婚姻中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能帮我提出几点吗 大的问题没有吧 我觉得就是不善于跟我交流 而且我们两个之间很少有沟通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知道他真的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到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离婚 到现在你知道了吗 他就说的这几点嘛 其实还要很多的 可能都没有说出来吧 这可能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几点 所以你现在此时此刻 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我现在就是不想离婚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段婚姻也付出了 他可能付出的是一点一滴的 其实我这人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不会想那些细节的东西 我付出的跟他付出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我们从开始买房选房的时候 都是我去找中介公司 然后我去跑 然后再带他去看 然后最后到装修吧 然后他也是按照我的这些建议来做 而且都是我去在外边 然后他说行行是是是 就这样 然后最后的到结婚 选婚宴的地址啊 照结婚照啊 他都没有 就反正我跟他说了以后 他就默认了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段婚姻当中 我付出了 所以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 刚才你说这段其实挺重要的 其实我们听出来 从头上是你在张罗这个婚姻 如果我们倒过来去想 如果他当时不愿意这样做的话 也许你就不该嫁给他 因为真的在这个婚姻中 我觉得这些事应该是男人去做 因为他去做之后 他知道各种的辛苦 他知道这个婚姻来之不易 他知道我付出了努力 可是现在你替他做了 你做了以后 你还认劳不认怨 你可能就会说 然后这一抱怨他就烦 这个烦他就积累 就到了今天 其实简单说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录了这么多节目 没有一个节目 现场有如此纠结的 我当时觉得这个婚姻里头 这个男孩子你不够担当 如果说你今天坐在这 你理直气壮地敢说 我把我妈的事处理好了 我把我媳妇的事都安排好了 我把我爸的事都处理好了 我可以理直气壮在这说 我明天可以跟他离婚 如果说你所有的东西都没做好的话 你没有资格离这个婚 因为这是男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婚姻不是好玩的 它不是儿戏 它是一种责任 你必须要承担的 如果你今天爷们告诉我说 所有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明天我转身就走 OK你可以走 如果没有请你思考 我是比较想劝这位女孩子 在你内心之苦 真的我们特别特别能理解 而且也特别特别地同情你 这可能都不是用语言所能够形容的 还要回归理性 就是说一个男人 他心如果已经走了 其实最好的态度就是美丽转身 这个感情这个游戏不是那么好玩的 我们是做心理工作的 我们太知道了 心和身是一家 你看妈妈为什么得胃癌 实际上她可能在长年的生活中 可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情感的压力 道德的压力 等等这些 也许我们获得了生活的其他方面 但是我们也许付出了身体的沉重的代价 是这样啊 我想跟这妈妈和三姨先说几句 包括那个表妹 这个儿子比较钻牛角尖 所以我就想跟孔曼和建一老师 我们从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就这么多人给他的压力 是起正作用了 还是起反作用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小伙子 他这种情况 当他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这么多人告了他 你不可以 他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一样 他反倒觉得我必须要战胜大家 他有这种力量 现在我们出来 我们看到了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看到妈妈那么委屈的哭 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情 导致你的身体情况更加不好 我相信这也是你儿子最担心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自己看到的是 如果让他们俩小两口从开始 比如说六号七号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介入 让他们俩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那个时候女孩子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 可能早一点去沟通这件事 可能不至于到今天这样 他可以怀疑 所有的这一切的情绪的拦截 都是我老婆之所为 他太有办法了 他能让这么多人帮他 他可以漫无边际的去想 当然我更多的认为 其实现在我们不是在谈一个 要不要离婚的问题 我们实际上现在在探讨的是 如果要离婚 你应该怎么去说服你的母亲 觉得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那么同时你要告诉你的太太 就是说你不要做努力的理由 是因为我已经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离婚这件事情不可怕 可怕的是大家过着这种 看似很祥和的日子的时候 一个噩耗传来 可能对于全家人来讲 都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如果真的有一天离婚 你放心吧 你三姨你妈妈 她都会从心里是向着你的 所以说你要做的事情 是怎么把他们的思想工作做通 让他们知道 所有的这一切 不管走到哪一步 我要以一个男人的姿态 包括之前你跟人家过的那小日子 某种意义上 看似很安逸的日子 咱说句难听话 也有点不太想男人的日子 我不知道妈妈和三姨 听明白我们的话了吗 就是说现在 我们的心情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他们和好 所以我特别希望从现在开始 让这个女孩和她自己来感觉 这是最重要的 咱们先往外彻彻 有的时候 我们做这么多情感节目 我们有一点经验在于 有的时候我们压力越大的时候 容易反弹 他容易跟你对着干 姑娘能理解我们的意思吗 明白吗 所以我想请妈妈和三姨 你们休息一下 好吗 好吧 你们先休息一下 听听场上的情况 结婚照是人家张罗的对吗 对 他要不张罗你会去照吗 不会 这个喜宴是他张罗的对吗 他要不张罗你会办吗 不会 他不张罗你连喜宴都不会办吗 你不能到今天你什么都不了 真的 就是他如果当时不张罗拍结婚照 不办酒宴 你就不办啊 肯定得办 我可能不办事儿都大了 那你刚才说不办 气话 气话 那你离婚也是气话是吧 不是 你觉得你媳妇这人能干吗 在事业上很能干 工作中升职也很快 你希望他升职 还是不希望他升职 希望他升职 但是你不觉得越升职 你俩差距越大吗 觉得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话 全部是要分手吧 更希望他好 当然了 我也不希望分手以后 天天哭哭啼啼的 就您来这儿 是希望我们做一点 安抚工作 让他能痛快跟你离了 对 姑娘刚才建议老师说那个话 说实话 我觉得挺让人伤心的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 就说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的这种祈求 和很多东西 真的不一定能拉回来他 反而会起反作用 更重要的是 当他真的回来之后 你能受得了 受不了 以凡他的那些缺点 他依旧存在 有一个词叫变本加厉 如果他此时此刻回来 他的缺点要加一倍 一倍都不够 我特别希望你们好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要想好 那用策略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他无论是什么原因 他坚定地想和你分手 而这个时候 你回去祈求他去什么 都不是最奏效的 因为我们经常说 这个男人心走了 石头牛拉不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其实我倒觉得 可能你冷一点 让他冷静去思考一下 这现在是唯一的方法 因为这里头呢 他有一点点风险在里头 如果他是有一份感情了 这他就是百分之百 不管你什么态度 他是肯定要走 如果真像他说的 他就是受不了你 所以他决定离开 那么这里头 就有百分之五十的 什么可能呢 他以为离开是最痛快的事 但是当你的态度的冷漠 当他那个曾经习惯了的生活 突然不惜一样的时候呢 他会不舒服 他会对曾经的生活 会有某种难以割舍 而这一切的可能性 都取决于你突然就放下了 你突然就没有那么的关注了 如果你每天是求求你回来吧 我受不了正在哭呢 这可怎么办呢 有一天如果你离开 我将化作灰烬什么 就弄些个这个 这个对他来讲 就是只能增加他对你的 更多的这种反感堆积 关键是你也得让他 翻然醒悟 让他觉得 其实我老婆对我真好 生在福中有人就是不知福 那是因为这个福 你对他来讲 是压得太重了 本来盖一双被子挺舒服 两双被子有点热 三双被子出汗了 您盖了17条被子 受得了吗 您现在就是把被子撤干了 绣剩下一毛巾被 着了急还给他掀开 让他晾得难受 他觉得冷的时候 他就想捣一个东西 给自己盖一盖 盖上以后觉得还有点冷 再盖一盖 弄不好 就一拽把拽猛 拽回七条被子 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的一个比喻 丁老师 其实我们做过那么多的家庭案例 我刚才说 他这样的哀求 说实话作用不大的 您认同吗 不光没有作用 其实呢 反倒让另外一个男人 把我们看扁了 知道吗 当然说在爱情中 不是争自尊的地方 但是他已经 他刚才说的一句话 叫我的心不在了 其实这句话 与爱情来讲 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句话 很可怕 很可怕 他心不在了 你就让他不在了 你就离开他 冷着他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也许他不在了的那份心 或许还有一点点 升温的可能 然后可能也许会变得关心你 但是如果说 你离开以后 他那颗不在的心 瞬间就转到了 爱上别人 那你就更应该离开 所以说总之 我的意思就是说 女人千万不要祈求爱情 祈求来的爱情是什么呀 最没有价值的爱情 我觉得就是像你刚才自己说的 在结婚的开始的时候 你爱他多于他爱你 对吗 那婚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努力 婚后我们要做的对 是让他更多的爱我 如何让他爱上我 可是你婚后做了什么 管着他 一个月花二百块钱 天天就是安排他 他是这样的人吗 他需要你安排吗 他不喜欢这样 其实这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你这么做的话 让他反感你了 刚才王芳说 我们都失恋过 经历情感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想 我做的哪里不好 我有什么地方 是做的让对方不满意的 一定要这种心态 去思考问题 你才能在下一段感情当中 或者说 你才能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 去获得一份 你满意的状态 反之先生一样的 你做了什么 你的擦地也好 你每个月愿意领二百块钱 你是愿意的吗 是心甘情愿的吗 你心里是有抱怨的 可是你为什么不去说呢 不去沟通呢 表面上答应了 今天来到这舞台上 很多都是抱怨的 或是埋怨的 他就二百块钱给我 让我干这干那 那都是我不喜欢的 不喜欢的要说no啊 为什么不说呢 就是你也没有想 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对吧 就两个人都不激情 都是做了一个 对方不喜欢的我 你今天能够 从今天开始 你能做到 就是对他放开吗 也就是说 如果你放不开 他依然还会这样 我觉得现在说到这儿 这个男孩 现在脸上开始有表情了 他在跟我们互动 他露出了一丝丝的笑意 观众看不到 我们这看得到 他开始笑了 嘴角在笑 这种互动 从心理学上 怎么解释呢 他可能两个原因 一个是说你看看我这个不回头 就宁静把他们给整的 你看这些专家 自己都快打起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说 要是钱也给我 然后其他方面还比较自由 这也不错 这就两方面吧 有这成分吗 先生 哥们咱就是说一下 如果说之前你太太 根本就不怎么管你 并且钱花销都比较自由 你觉得能走到这一步吗 走不了 肯定走不了 其实你是想要一个 相对自由的家庭环境 那我们让他调整一下 不就完了 那这事就是 这孔曼交这个一整套 找个没人的地方 一会就交会了 是这样啊 钱交给你了 就家里接下来 添砖加瓦的事 是不是都给你干呀 是 就是你随便发 就从此以后 他奔地 他做饭 钱都归你 这必须有人 主外主内的事啊 而且他弟弟的媳妇 你以后可以随便送 你看他怎么样 说的我很无奈 不是 你如果是说 我们要给你把日子 咱们假的 搞什么这样 你能接受 再给他一些 和你相处的机会吗 哪怕是17天 首先强调 我们绝对不是用 这种巧妙的 这种笨办法 来劝你和好 我们是看看 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但是我是想 王老师 我觉得像他 现在问问他 他期盼的生活 是个什么样子 对啊 这不是钱 他说我不需要要钱 是吧 有几点你能提出来吗 今天开成功工的 我就是需要一种 宽松点的 宽松点的 宽松点 经济上宽松点 经济上 别太拘谨就行 不要特别宽松 再不查手机 再不多怀疑 再不吃小醋 再不管花钱 你想想 这日子 这男人要是他 要是你就这么着了 你说呢 哥们 要不咱试试 给个机会 我一时半会 真难以接受 实际儿子现在 就这么观察 他所说的 他就好像害怕他了 你看刚才 其实你提出了 三个问题 第一 是脾气的问题 第二 是钱的问题 第三 是信任的问题 脾气的问题 我记得我到 真觉得女孩子 要调整啊 因为不管你跟谁 在一起 哪怕在单位 我觉得一个脾气 好的人 随和的人 是受大家喜欢的 一个人 为什么能够 有的人能够成功 有的人就成功不了 我告诉你 所有成功的人 都是可以良好 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第二 关于钱 如果你这样想 我倒觉着 是不是可以 在我们拿一段时间来 A制 你花你的 我花我的 因为我觉得 现在谁管钱 对他们俩来说 你花你的 我花我的 然后呢 对家我们 共同来贡献 其实 你说这个女孩子 如果我问你 爱情和钱 哪个更重要 对啊 第三 关于催促的事 他今天明确表示 你看我们 这么给他暗示说 这男孩 爸也三点都不回家 估计有事了吧 他都说不可能 其实他从心里面 他是信任你的 如果生活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愿意 再调整一下 这个调整 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更多的是 给一段时间 让父母 让他自己 都有一个过程 也许在这个过程中 你觉得 其实也还挺有感情的 你是不是愿意 这样做一点调整 但这个调整 我觉得可以 在前面有一个前提 比如说 我们这三 拿三个月来试 那么这三个月 如果 这姑娘 你也要做好准备 就是说这三个月 如果我们调整完 发现真的不行 那我觉得 大家也别互相拖 因为他已经三十岁了 该也该要孩子了 再拖几年 他错过了 这黄金的时间 也比较麻烦 而且对你们来讲 三个月过后 再分呢 就没那么痛了 如果必须要分 您现在分 哥们 你是痛快了 你让一堆人不痛快 你让一堆人 撕心裂肺 甚至病情加重 你别以为 坐在你旁边的这个人 现在健康状况 依然良好 咱得是男人 咱得有点责任感 小伙子 你再思考一下 这样啊 请两位到前面来 来 我们来做最后的决定 再想想 来 听一首歌 我相信此时此刻 所有的人都在关注这件事 我觉得 我们给你提的建议 肯定都是 对你们双方 包括两个家庭 都有好处的事情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 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件事 来帮我放一首歌 此刻在妻子心中 想起了曾经快乐生活的点滴 她不能忘掉丈夫 曾经给予的浪漫与温暖 妻子哭了 她重新认识了 眼前的这个男人 泪水中 饱含无数的感激与不舍 一直态度很坚决的丈夫 会给对面这个哭泣的妻子 一个重来的机会吗 这首歌好适合你们呀 适合你现在的心境吗 对 在这个舞台上 这首歌真的至少放了 有几百遍了 可是我就觉得 今天是最切题的一次 我想知道 难受吗 难受 你愿意接纳 你们提出来的这个建议 最后再试一次吗 愿意吗 你有什么话对她讲吗 在之前的婚姻里 我没有想过 没有给你过太多的关怀 爱与包容 这些都是我的错 我只是意味着 什么去 我没有付出 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好好爱你 先生 可以接纳我们的建议 让他重新调整一下 我们还年轻 三个月对于人生来说 并不漫长 可以吗 可以 你愿意提点要求吗 这三个月怎么过 我想试试我三个月时间 不见你 我还能不能想起你 你就是说 你并不希望三个月在一起 我也需要时间考虑 你想这三个月完全不见面 完全不联系 你怎么能知道 他有没有变呢 如果他都调整了 你这三个月根本就没见他 那你觉着 这三个月 仅仅是耗一下的话 我就觉得意义不大 没关系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 所以我真的是觉着 这是你们俩之间 最后的一次机会 可以吗 尊重每一个人 所以我真的是觉着 这是你们俩之间 最后的一次机会 可以吗 我放弃 我放弃 你放弃这个机会 对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吸你那点砍 我过不去 你觉得永远不可能了 对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是 姑娘我们尽力了 建议老师 你的建议是什么 建议就是女孩子 不要再坚持了 再痛也要离开 你的摇头是什么意思 我会坚持 这位女士 现在是要坚持 这位先生 我想说的是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真的希望 你能对这个女人 说出这几年 八年来 她对你的照顾 她为这个家的付出 至少在你心里 应该还会有感谢吧 八年了 其实你也挺照顾 但是我真的过不去 那坎 那时候做人的底线 所以我还是希望 你能好好的过一下 我不能 先生刚刚说 她过不去一个坎 对吗 是什么坎 对 我想知道 就是她怀疑 我跟家里人 这坎我真过不去 我不是怀疑 我真当真了 你说那句话 有一个细节 我想跟所有专家说一下 这个女孩说 我不会 这个男孩 做了第一个表情 是很厌恶地 皱了一下眉头 所以姑娘 我非常地支持你 坚持你的爱情 和你的婚姻 但是有的时候 坚持不是最好的办法 其实你一个坚持 就让我们觉得 你其实根本就没有明白 我们整个这一场谈话的 中心 核心意思是 要让你知道一个 千真万确的真理 你这样的态度 只能加剧 它彻底地离开你 相反的 你刚才要坦然地说 非常好 从今天开始 我准备做调整 我准备放下 学会放下这段感情 他心里头 你知道会是什么感觉呢 嗯 他怎么会这样想呢 男人会出现个嗯 结果你把这个嗯的机会 留给了没有 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你的话 他不用你说 他会一天给你发入观短信 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表达他的爱意 他会时刻惦记你 他会从心里边认同你的 每一种做法 那个叫爱 在我们的记忆中 他把一件你喜欢的衣服 买回来放在柜子里头 这就是在你看来最浪漫的事情 我告诉你 如果他真爱你的话 恐怕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做一百次一千次 我们见过 从三个月前 就给他的太太 做生日倒计时的 一分一秒的去做 都是叫浪漫 形式 关键是 从你刚才的谈话 和他的谈话当中 我们没有看出来 从那一刻起 他多么多么的爱你生生的 让你把他这一份感情给赶走了 不是这样 是从那一刻起 他也跟你走在一起了 但却他没有深深的爱上你 可你却深深的爱上他 爱到了一秒钟都不能没有他 连你自己都清楚的知道 每次电话那是一次敷衍 本身这就是一个愚蠢的要求 让他必须打个电话 他却用形式主义完成了一个 其实都可以不打的电话 这么多年来 你们家就做了一件事 浪费电话费 姑娘 我知道你现在一时半会儿 你想不明白 我想不通这些事 你这样的坚持和你的固执 只能让他越离越远 不是 我觉得说的事 还有好多事都没有说出来 我觉得说出来 我才能挽回当一个人真的决定离开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说 就说一句话 我这几年打电话都是违心的 这还用说出来吗 他不是这样的 他绝对不是这样的 是你觉得 你不想让他是这样的 他要不是这样的话 他怎么一天只给你打一个呢 他怎么不是一天打八个呢 你知道不是这样的是什么呢 你让他打一个吧 他早上打了 中午打了 中午打了 晚上打 晚上打完以后半夜 自己做梦都想着给你打电话 不是 有过吗 他这个单位特别忙 他没有时间打 哈哈哈哈 三个字送给你姑娘 再忙 他们单位不允许给人发信息吗 我就不想失去这段婚姻 这句话是发自妻子内心最深处的声音 他不管丈夫小孙的态度多么坚决 他都不会放弃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死死抓住这段婚姻不放呢 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深爱这个男人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我想跟那男孩子说 离开了这个女人 真的这一辈子 你或许真的碰不到这么爱你的一个人 这一番表达 虽然体现他性格里面有他倔强的东西 偏执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够爱你 我却不怎么看 我告诉你 男人最最害怕的 就是这样感觉的爱 那是一种战友 那是一种自私 他会窒息 他会受不了 你到现在的这种状态 就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来你之前干过所有的事情 您是那个抓着一点都不能撒手的 你想想那得把人摸成什么感觉 我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就想跟他说 你说 咱俩一路走来这八年了 我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知道在这当中我做了很多对你伤害的事 我真的就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只有一次就行 甭管是时间的长短 如果这一次机会你不给我的话 我这辈子我都觉得我会亏欠你 真的 不管他们说什么 我就只有一句话 等你回来 你知道我现在的毛病吧 我就受不了这刺激 你应该明白 到现在都没说这个 我为什么不说 你应该明白我是怎么回事吧 我不想拿这件事让你可怜我 究竟是什么事情 让妻子态度如此坚决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我不想拿这件事让你可怜我 什么事 我生病了 什么病 之前工作压力特别大 然后我承受不了 然后我就病倒了 然后他一直在照顾我 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这什么时候的事 10年11月份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挺愧疚他的 我不是拿这件事来祈求你 可怜我 我听人说过 我这病就是受不了刺激 到现在了 我不得已才把这说出来 这是你的杀手锏 不是杀手锏 他心里面他会认为这是杀手锏 我知道 姑娘 其实我在就是病了以后 我确实挺需要他照顾的 好 先生 刚才说了这么多 我看到你的各种各样的表情 你知道当时是什么状况吧 我不是说给你压力 我压力还不小啊 嗯 这是我想说的 你知道 你是不愿意照顾我了吗 你何必给他背一个道德的十字架 不是不是 你就是在做这件事 爱这个东西啊 你一直在这样说 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天平 一开始都是倾向你这里的 所有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成这样了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对啊 但是你现在这样说 你看这么多叔叔阿姨 都在照顾 也就是说 在你看来 我们都不是在 站在你们的实际利益出发 不是 我就觉得我的想法 就还是刚才来的想法 我就是不想和他离婚 你 我们已经告诉你 你这样的想法 是能够导致他迅速离婚的 我们这些人是天天在这研究 这一件事 我知道他是 他是善良的 他真的是善良的 好 请我跟你说 你刚才说 你又给他背一个 我知道他是善良的 他不会抛下生病的 我就走 那么你的这句话的 第二句话就是 如果你抛下我 你就是不善良的 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 他真的在我生病的时候 那么照顾我 我真的觉得 自己都对不起 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不说话 先生 把您的话直接说出来 真的不想在一起 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我真接受不了 我都想好了 以后怎么打算 我希望咱们还能好好的 不是我不想争取 姑娘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你这样摇头是没有意义的 你看你一直想控制一切 包括现在 我就是想控制 我就是把我的真心话都说出来 他变不了 真的 我真的能改变 我真的能改变 我为了这段爱情 我什么都可以改变 你先告诉我 此时此刻你打算怎么办 我就想知道他让我改变什么 不想在一起 以后你好好过来 对我这么决情 八年了 我不想在这个阶上说这些话 我对你还是有感情 我真的是挺依赖的 姑娘我想问一句 你真的爱这个男人吗 我真的爱 你爱这个男人 因为我们见过很多那种 爱男人爱到了 就是说 只要你高兴 只要你舒服 哪怕用离婚作为代价 我都想让你快乐 你有过一分钟 想让他高兴吗 有 你有过吗 我想给他快乐 可是你现在说话的过程 你知道他有多难受 可是我特别着急 因为我来的时候 就特别着急 所以你要的是你自己的感受 你要的不是他的感受 对 你现在要的是你自己 而且说实在的 我告诉你 在今天到离婚的那一天 他们全家人还会向着你 我也再告诉你 等离婚的那一刻 他们全家都会站在他这一边 一个手拉不下 这是一个现实 姑娘 我想问一下 他说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就一次机会就行 你到底让不让我说话 接着你 今天来到这 我说了 不可能在一起 还要再说呢 说完了 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你知不知道 你的努力都反了 我们有多着急 我们这么多人 都想把你拉回来 结果你都在反着劲走 我根本就插不进来话 拉不动你 我在你的眼睛里 甚至最后都看到恨了 没有 我不恨了 但是 你现在这种状态 你真的是在推他越来越远 我没有 很多事情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 很多事情是要别人说有没有 他其实刚才在 第一次你说 三个月的那个时间的时候 他是有一点信心的 有动摇了 然后最后 我紧压你 我不断压你 但是我压不住你 他就把他最后的信心 全部给吹垮了 所以现在 我建议你 此时此刻 你安静静地去想想这个问题 我不是要 这个表妹 你看到这里 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既然就是 情况就这样了 我嫂子改变一下心态吧 你也觉得 实在不行就分 因为我在我哥身上 看不到任何希望 所以这就是刚才王导说的那句话 说到真的离婚那一天 可能所有人都会见到他这一边了 我觉得是这样 我想说一句话 这位先生 我还是想对你说 因为我们在探讨的说 你的妻子应该 把这个比较偏执的 这个性格东西改变一下 其实在说两个人两性 正常的恋爱关系 或者婚姻关系 可以这样说 但是刚才在这个 你们听完这首歌之后 他突然给我们说出来 他有疾病 而且是这样的一种疾病的话 那我认为 今天在现在 此时此刻探讨 你们俩的分合合的问题 已经要加上一份责任了 因为他的身体 处在一种异常的状态 你有责任 因为现在你们是夫妻关系 你们是婚姻类 现在没有离婚 你有责任要去承担这一份 不是道德的问题 这是你的责任 和你的义务 你要把这个女人安抚好了之后 才能考虑下一步的问题 现在不能简单的说 今天在这要分 或者我做决定要放弃了 所以我想对你说的仍然是 你应该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 同时我也想跟这姑娘说 你也要做好准备 留住人 留不住心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认真地思考 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就是今天到现在 我觉得你们俩没有一个妥协和退步的 所以我建议你们到两个观察室中都仔细去思考一下 20分钟之后 给出我们最后的一个答案 好不好 好吧 到两个观察室中去休息一下 这样的结果是夫妻俩都不想看到的 面对这个无奈的现实 他们不得不来到各自的观察室 对这一段婚姻进一步冷静的思考 但是回到观察室的妻子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在婆婆怀里痛哭不止 妻子小马的情绪一直非常激动 根据小马的身体状况 栏目组决定拨打999急救中心电话 寻求帮助 当得知妻子这一消息 丈夫小孙马上赶到了妻子的身边 你先坐这 坐这 今天做的这个绝对特别好 三个月 三个月呢 因为你得个单约 有缓程 是什么 婚姻她不像男女朋友 她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看了那么多个案 而且你的妻子 说实话她性格上存在一些问题 但根本上她太爱你了 就是你们稍微调整一下 不是让你回去跟她过日子 你看回去以后 你怎么安护她 这是你要做的 包括现在此时此刻 你的妈妈就得重病 然后在这抱着你的钱 这个动作是你要你去做的 好吧 在专家老师的艰难劝说下 小孙渐渐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他也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行为 给眼前这个深爱自己的女人的健康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此时999急救车 已经来到了节目录制现场的门口 在揽幕组要求下 999急救中心对妻子小马 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心力稍微偏快一点 90多次 也属于正常 心力稍微偏快 心力快一点 但正常范围之内 正常范围之内 应该没事 在得知妻子的身体状况没有问题时 专家老师与小孙的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小孙表示自己会在一段时间后 会给妻子一个满意的答案 妻子也表示不论小孙的选择如何 他都会改掉自己之前的毛病 希望可以做一个全新的自己 在这里 我们栏目组中心的住院这对夫妻 无论结果如何 他们都能够坚强乐观地生活下去 对夫妻子也表示不论